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能够和大家一起探渡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网上电堂的节目目的 就是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就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大事批评一下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一点 了解问题的根源 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法 可以建议对这种情况 我们其实可以做些什么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那位负责人或者特首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其实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好了 我们最近都好几次了 包括上次 我们都开始再继续探讨香港回归之后 中医界是遇到很多的不平的现象 也有很多中医呢 就是出来都去做下请愿啊 游行啊 甚至是有三位中医界的人士 就想去北京来到上访 我们都邀请过他们过去 做了差不多四次了 今晚我们又请到另外一位 中医界的老前辈了 香港有很多这些 已经成七十几岁八十几岁 他在香港行医了很久的老中医 和周恩岳的公开信 我们上网也有两三个星期 希望大家也有机会看一看 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背景资料 今天题目就说 不平之明 谢医师自己都说出了 香港那个医卫界高层 是库房的米缸里面的大老鼠 就是吃猪米大老鼠 对香港来说 其实是没什么大的贡献 好了 我相信上一次 在中医界记者指导里面 他们都不断陈述 我们中医界遇到的问题 他们都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法 好了 谢医师呢 或者你可不可以告诉你 你在香港行医中医有多久的历史呢 中医二十几年而已 人就很老 医力不老 二十几年 你是属于一种 就是自己修毒出来的 对不对 我也知道 你在治疗方面 在癌症方面 你有特别的研究 而且我也听过 有些病人 是神衰竭 要洗神的时候 你也有试过 将他们的情况扭转 这是很不简单的 因为大家知道 当我们的神衰竭到某个阶段 在西医方面 在医院里面 只能够做最后的舒缓的治疗 帮你洗一下神 最初就是用复康的洗神 到这一刻都不行了 直接就要在医院里面 直接从血那边做的 但也知道 这个情况 只是方几年左右 三、二、五年左右 最终最终都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能够有中医的方法 可以将这个情况扭转 其实是不简单的 可以看到 郑医师在这方面 真的有学过一些功夫去研究 中医方面的效能 不是一般 很多人了解得到 好了 但我们今天想说说 现时香港的医疗价格问题 或者我们郑医师 你可不可以告诉你 你自己看到这些问题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如何去处理它 我这封信 我这篇信 就是智争任全特首 周一岳局长的公开信 名堂叫不平則名 为什么不平呢 香港医卫界高层 是库房米缸中的大老鼠 专门去挖米缸食的 下面就是我说的内容 香港人口老化 医疗费用支出 历来都是政府库房的沉重负担 今后更加年年加重 目前政府库房 每年都为这些医卫示意 支出几百亿港元以上 以后如何解决 成为很重要的议题和社会问题 第一 香港医卫工作的概况 即是香港以前的医卫工作是怎样呢 香港医卫人员 从来分为两大体系 三个族群 其一是中医体系 香港开放百余年 中医从来不被港英政府承认 在香港的中医不得称为医生 但是又容许他们自由行医 百姓都将他们叫做医生 或者叫他先生 百年以来政府不管 中医是自生自灭的 中医自己靠独特的高超的医疗技术 独立银食 他们每个个体都独立经营 为市民服务救死扶伤 为社会作出好大贡献 他们没有得到港英政府分文的资助 他们是为香港市民 治愈超过几百万 几千万人次的各种病症 为香港社会 为香港政府 为香港市民 立下了非常伟大的汗马功劳 因此百几年来 政府库房的医疗费用支出的沉重负担 完全与中医无关 反而中医就以那个诊所的牌照费的形式 交了好多钱给库房 医治数百万以至过千万人次 为政府库房折弱了好大不开支 因为被中医医治好医治过的市民 政府是不需要支付任何医药费用的 一收一支 中医为库房增加了很多财富 香港政府财政充裕 中医也是功不可没的 第二 西医的医疗体系 这个体系分为两个部分 三个群体 西医有私家医院 好像养和医院 法国医院 更多的是私人诊所 他们的心存 和中医近似 他们是自食其力 没有耗用政府一分词 和中医一样 反为以牌照费 和未得税的形式 为库房增加了很多收入 他们又医治了无数市民的病症 使政府库房减少了很大匹医药开支 因为他们医治的港大市民 政府库房是无需支付任何医药费用的 同样一收一支 这些西医的私人医院 私人诊所 亦为政府库房增加很多财富 香港政府今天财政充裕 西医的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 是功不可没的 政府库房的医药费用的沉重负担 亦是与他们自食其力这群西医无关 这群体人数很少 就是政府的高级医卫官僚 政府医院的高级医生 以及医院的高层 他们是库房的米缸老鼠 是珠米大虫 年薪数百万 几百万年薪 还声声说 人手不足 工资过低 是士气不高 力求向政府库房 争取更多败款 基层医院工作人员 人手不足 工资过墙 士气低落 是这群米缸老鼠制造出来的 我将在以后 关于医疗改革 向政府两个建议中 详细说明 他们利用为市民健康 为基层医护人员的福利 逼政府多撥款 但是撥款到了手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 这群老鼠的利益 而不是市民 也不是基层员工 年年政府赴房 都为医院增撥资源 年年都是基层医护人员 人手不足 工资过墙 工资太低 工资太低 士气低落 这个是永远存在的无底洞 是这个极少数的老鼠群体 有意制造出来 如果不在米缸里面 将他们拿出来扔到街 医疗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到的 我就在下面再讲到两个建议中 他说到的 为什麽事 说他们是珠米大虫 是米缸老鼠呢 他们在医疗工作上是没有建议的 只有高高在上指手滑脚 不到基层去救治病人 由于没有临床经验 因此林静不懂医人 这些人不懂医的 常常定出错误的措施 救死扶伤的功劳是没有 救死扶伤的工作 由下级的医生和工作人员做了 与这帮老鼠高层的无关 害死病人的措施 罪责难途 远的不说就说2003年 香港爆发非典型肺炎来说 他们称为SARS 我称为瘟疫 是瘟病的一种 那帮珠米大虫 米光老鼠 用他们错误的政策 错误的措施 害死299人 我怀疑是不止这个数字的 有些隐瞒 除了200多条人命以外 错用类孤唇 导致后来长期患病 以至残废的究竟有多少人 隐瞒到今天 今天我说的时候 他都未有报路 他们就在SARS一疫 他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 一 中招人数世界第一 全港六百多万市民 当时是六百多万 现在是七百多万 中招的1755 按比例计是全世界第一 第二 死亡人数世界第一 他们自称死了299人 我怀疑是有隐瞒的 三 西医和医医服务的人员 死亡也是世界第一 医医工作人员死了9人 其中医生三人 政府医院两人 謝阮民医生 死得最冤枉 此人年轻 身体好 没有其他病症 如果由他的族叔我来医 我自称族叔 是应该对的 我也姓謝 他是绝对可以救回的 非典型肺炎的期间 我医过感冒发烧的病人 不知多少 全部存疑 无一失手 在政府沙士深切治疗部 也救出一人 详细看我非典型肺炎 感冒流感 囚流狗防治 一书的增定本 第三十二 那本书是有写到的 有命不该绝那条 第四 他这班老鼠警觉性很低 行动辞缓 是世界第一 内地的疫情严重 抢购白灶 抢购板蓝根 抢到香港来了 这班医围界的 库房米缸老鼠 还声声说没问题 不加防范 当大疫症摘港的时候 数千香港中医 香港中医是八千多人的 数千香港中医 很多西医的私人诊所 各政府医院的基层人员 都同心血力抗沙士 这场灾害 他们这极少数的库房米缸老鼠 为了挑起西医中派主义 极力抵制中医抗炎 他们不准中医插手 宁可让病人被病人死去 被病人死亡 照理疫情危机 应该在他们 握有数百万呎 或者更多的政府的面积 政府医院 或出一间作为 非典型肺炎中医急诊急救医院 被中医名证圆训 大大方方抢救危重病人 全港八千多个中医师 绝大多数是能够承担这个重任的 以我来说 三四天可以在深切治疗部救出个人 八千中医里面 医术比我高明的人 是很多很多的 这帮米肝老鼠自己不救人 自己保命 他们不接触病人 不敢进入急诊室 就算穿了太空一样的防护衣物 都不敢林静 不敢去看病的 远离病房西款 他们自己是保证安全的 但是 谢医师当时诊治流感病人的时候 不但没有防护衣 甚至 连口罩都没有戴过 也不要求病人戴口罩 难道你谢医师不怕死? 不是不怕死 是不会死的 他们当时就是这样处理 是吧 请参阅借医师 非典型肺炎感冒流感 禽流感的防治一书 增定本第24至25月 这本书已经是政府版权注册的 政府图书馆有 可以向他们借 这帮老鼠把香港八千多名中医 一脚踢出开 逼使政府医院中下层医师 和工作人员 单独承担被传染 致命的危险 就风险 这场疫症 瘟疫 蜉与工作人员 不是 无辜死了八个人吗? 疫情过去了 就搞了一个欺骗董建华 欺骗全国市民 欺骗中国政府 因为香港是中国一个特区 所以它是欺骗中国政府 欺骗世界 一个 组织一个 叫做沙士专家 这班骗子 进行调查 总结 这班骗子和老鼠一样 疫症来的时候 他们 离得已远 从来未接触过一个患者 一个病人 从来未走进过沙士的深切治疗部 探望过一个病人 甚至他们读书的时候 没有读过沙士这一课 做了教授 这班人是有教授的 做了教授 以后 也没有教过有关沙士的课 竟然不知羞恥自称沙士专家 他们对于沙士疫症 没有一点临床知识 这些骗子骗了什么呢 第一 骗了前 他不是沙士专家 就是领了沙士专家的报处 是骗了库房的前 骗了董建华的前 第二 骗董建华 明知董建华不是这一行 董建华不懂医的 第一 这班老师把他摆上台 由董建华 领导骗子 叫董建华抹黑了 第三 这班骗子隐瞒了 享有几百万高薪的高层 三个致命的重大错误 第一 骑士排斥中医 香港几千中医师 很多人是会医瘟疫的 我是其中一个 我是中医之中 水平最低的 比我水平高的超过几千人 他们都把这些人一脚踢开 第二 用错药 利巴伟林 类固醇 是不能医SARS的 硬要基层医师 用这些药物 害死299人 是不容抵賴的 疫情过后 第一 因为医疗失误 造成多少人 长期患病 造成多少人残废 他都不忽是残废的 不但当时没有总结 直到今天继续隐瞒 第三 被预送到深切治疗部 有几多人 死亡率有几高 据传闻 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 这伙老鼠和骗子 把最重要的错误完全隐瞒了 只总结出 防护医少了一些 口罩少了几个 这些抗炎其他诊治病人 是不戴口罩的 也不要求病人戴口罩 少几个口罩算什么大事 这帮老鼠疫情过后 在库房领取1200万奖金 应该掌级前线聘着生命危险 奋力救治病人的医生和工作人员 但是就被这帮老鼠 每人几十万分了 前线医生护士 工作人员 一分钱都没有 你说公不公平 好了 我们都 如果 详细的资料 在网上的blog 都放了资料 我们都知道 香港的SARS之疫 我们好像都未学到 当时的经验是这样 但好了 最近香港 我们继续讨论医疗用资的问题 你刚才都提出 香港医疗高层里面 很多人领 几百万元 至少三四百万元 但他们不做医疗工作 其实有一种情况 在外国 管治医院的那些 是有一班专门受医院管理人士 不需要一些高层的医生 顾问医生 不做医生 去做这件事 香港最近在澳洲 请回来那位医管局的总监 其实都是这样 英文叫Hospital Administrator 通常有些人 都在一个石市的学位 管理医院 其实不需要一定 找顾问级医生 给顾问医生 费用来做这些工作 所以你曾经看到 所以搞一些很贵 很黄贵 其实是用的人才 用的方向是用错了的 好了 我想知道 其实你后来 你都有一些 很具体性的解决方法的建议 你可以简单一点 告诉大家 其实你认为 我刚才遇到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它 好了 我就继续说下去 英治和中治两个时期的中医 香港不论英治时期 或者九七系中治时期 医卫界两大体系 三个族系 一百多年来 基本上没有多大转变 英中管治变化里面 西于这个体系 基本上不变 就不再说了 唯独中医 在英治与中治 这个转变中 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治至今 传统中医被医间一伙 我把中医管理委员会认为 它是一股消灭中医的医间 这一伙限制分法打击手段 迫迫中医走向灭亡 英治时期 政府不承认中医是医卫工作者 不得清做医生 政府把这个体系踢出医卫界 但是任由他们行医 不管制 不拉人 不禁止 另一个商业牌照 就可以公然开窃诊所 用中医中药救人 政府除收税之外 一概不理 没有限制他们自闻自食 自生自灭 不是考市局 或者医务卫生署考核他们 是市民考核他们 这个中医医术高明 育人医好的人很多 就有发展甚至发财 那个中医医上不行 求医的小 收入不多 不能够自闻自食 就要结束营业转行 历史上中医医疗事故 是很少的 比政府医院少很多很多 1997年回归之后 香港高级医官全是西医 中派主义膨胀 一心要消灭中医 由西医一统天下 就借助一小次医间之手 定出柯克的条件 企图使中医中药在他们 无理限制下消亡 这帮医间的规管下 不仅传统的中医不能发展 中药也将无法经营 以西医为首的中医医间 成立的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他们是阴谋消灭中医药的杀手 我为什麽上把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这帮人称为中医医间 当年日军派了一帮汉奸残害中国人民 攻击国军 今天的医药 阴谋消灭中医的活动 他们自称是中医又要消灭中医 不是就是形同当年的汉奸 中国人打中国人吗 故我称它是中医的医间 他们第一个罪恶是分化中医 把历来中医这个群体 强行分化为表列中医和注册中医 以便分别打击逐个消灭 这样一来杀表列的注册不还手 杀注册的表列不还手 分化就是为始目的 全世界都没有表列中医 只有注册中医 香港搞了个表列中医 是他们的一大发明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没有一个城市 没有一个乡村有表列中医 和中国领土的安援 也没有表列中医 只有注册中医 难道这些医间 想把香港这些小块国土分裂出去 那就是真正的医间 三 香港医位工作提几点预计 既然医位工作那么多问题 我就要有批评 就应该要提一些建议 本文的标题是不平则明 对十分不平的事情 作者非常稀犯 批评的语气会重了一点 就像称那些高级的医位官员 政府医院的高层 为库房的米缸老鼠 把施行错误工作的中医 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人 称为现在 这些都是过火的言辞 因为稀犯当然是过火 得罪了 请原谅 好的 那我们时间 我们便会小休一会 多谢刚才施行 谢邀教授 其实基本上 他已经有Block那篇文章 其实也是更加详细 再次述给我们的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 去看那篇文章 就一定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的看出问题 是很多的 当然 沙士的经验 是可以令我们可以反省一下 然后我们休息几分钟后 我们就会继续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那我们就回到香港出脑网上 这个电台节目 那我们今天的讲题 都是继续讲回我们 香港中医界过去这几年来的遭遇 大家具体地想一下 其实有什么可以处理的方法 那我们上次也提及了 香港有几个全体 曾经去开记者指导会 在记者指导会里面 提出一个方案的 其实听说 就好像成立了某一个 另外一个机构 我记得 就是当时你在场的 是吧 当时那个记者的反应 和你看到什么呢 当时那三个团体 是当时他们在做什么 就是意思 你记不记得 就是说回给你听一下 当时他们在记者主导会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 那他们三个团体所建议的方案 你有什么看法呢 那三个团体呢 就是 其中提出 就是要 在香港成立一个 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管理局 按照道理就已经成立了 不过它叫做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招牌 如果要成立这样的局 政府是很容易做的 换一块招牌就可以了 这个管理局成了之后 能够如何改善中西医药的问题 是做不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有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也做不到 那么换一块招牌 又怎样做得到呢 如果换一块招牌 把他的人全部换完 这个呢 政府是不会这样做的 又换些什么人呢 会不会把你这些建议的人换上去呢 政府是不会的 就算是否会了 那最后要说他们会做什么呢 这样的时候呢 照计呢 应该是采取几个两个步骤 一我们八千多中医是不团结的 几十个中医施工会 几十个香港中医施工会 要求到团结是不容易的 这样呢 我们首先中医自己团结起来 互相不批评 你可以叫林炳一周一乐 他们是契赢 但是我可以叫林炳一周一乐 可以说他是坏人 是 是 各有各个 各有各的想法 没问题 不去跌博 但求中医自己团结 那个注册中医 和表列中医 应该平淡 所以应该消灭这个注册中医 不是消灭这个表列中医 使得大家都是注册中医 上面已经说过 全中国都没有表列中医 所以香港也不应该有表列中医 是 那就是所有表列中医 就自动升到 都是注册中医 一轮变成注册中医 是 下面我都 两点重要的议题 讲下去 讲那两点 好了 好了 如果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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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这样变了 这个可以做到的 他们应该 政府做不做 是 那他不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当时想想 为何他们会不做 当时有什么原因 上面已经说过 你不能够说 他们的目的 是要分化你的 他做这个目的 不是说 目的是要分化你们 是的 他有原因的 不过他做这件事 有一个后遗症 就有一种分化的情况出现 但他当时做的目的就是 始终中医的水准 是参丝不提的 那这个你同不同意 西医何常不是参丝不提呢 他们起码 香港的西医 都起码读完了中学 再去读多五年的医学院 再去医院实习 那些香港中医界 不是这样的 就是 不可以说他们过 都有这样的背景 是吧 那就是有些中医 其实当时说 你要做中医 是所有人都做得的 你肯挂一个商业牌照 你说自己中医 那你就中医 那就是中医的了 那就是有这个现状 这个现状 我们不可以不承认 是吧 他是有参与不齐的现状 那好了 那你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有些是老中医 你20年的经验 你是自动成为注冊的中医 是很理所当然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 刚刚入了行 半研 或者可能都是 刚刚开始学的 去做 但是在香港当时的环境 他们是可以做中医的 好了 如果你说 把你20多年的经验 的中医 和一个刚刚出来 可能都没有正式 任何的基础训练的人 他都说的时候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问题 就是我觉得 大家当时 一定是想到 要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他就设计 这个方法了 那就是 有些是15年了 做了15年了 包括你自己在内 那你自动 是成为注冊的中医了 那虽然你自己都说 你以前读大学 你是读经济的 你说什么 是读经济的 只不过你在中国经验 是你曾经去一个地方 是没有医疗设施的 那你在那时候 一个公社里面 你就要去自己 去搞定自己的公社 那些健康的保健方法 那你开始学中医的 那所以你又懂了制药 很多人都是自己学的 但是很多年前 已经一路一路 累積你的经验的 那所以你做到来香港之后 你自己可以 顺理成章 有一个环境必至之下 你就成为一个中医 但是你都做了很多年 但是很多人 可能没有这样的背景 那所以你说 他们的背景中 西医的背景 和参之不齐 当然了 你读了很多年书 每个大学不医生 之后 都可能有些 做事叻一点 有些做事不叻 那这一定有的 那但是在现时的 我们玩个专业游戏 除非我上次提及过 你不需要用牌照的方法 就是行医 是不需要用牌照 那这个说法 是外国已经有很多人说的了 这不是一个新的构思 我几十年前 我在外国已经接触过这种 这样的说法了 因为我们当时遇过 比如说 你刚才所说 你说变了 矫列变了做注册 但是也有些学生 我们上次都邀请过几位 他们在中国在医学院读 读完之后 连续考试都不准备考试 好了 那你就分化了 你分化了 有些是表列的上了任 但是有些是 读完之后 都不能够考试 那这问题都解决不了 是吧 就是我 我这整个节目就说 就是我们要开始去探讨一个 真真正正 彻底全面地解决的方案 那我们当然 就是一步步去想 那譬如你想到这一步 但是我会提出 其实你这一步 都未解决到另外一组 的中医界人士 就是说 他们花了一段时间 去不断地上去大陆 或者大陆有教授来来香港 过几年的时间去学中医 但最终他发现 他们连考试都考不到 那这问题都未解决了 是吧 就是你觉得 你同不同意 就是这个解决方案 其实背后有很多问题 第一 参知不齿的问题 你未解决到 第二 就是有班学生 都解决不到他们的需要 是吧 这个你同不同意 就是我们还要再想的 是吧 所说的 是 大多数不同意 是 大多数不同意 是 我们来说 学无前后 达者为师 是 你学了一百年 读死书 不像我临床三日 所以学无前后 达者为师 是 就不应该根据你 读了几年多年书 亦不根据你 读了什么博士下头 是 最主要的 你医不医得好人 是 你医得好人 是 你就是 够条件的医生 你医不好人 当然不够 但是过去中 香港的中医历史 医不好人 是自动淘汰了 没有人来看 他倒掉了 是 是 医得好人 他就遗留下来 是了 所以 上次我提出一个 我觉得全面一点的解决方法 就是 你不用用注册 或者表列 你总之 好像以前 未有这个制度之前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 很容易入行做中医 包括你自己当时在内 我当时的建议就是 我们要百花齐科 你可以不同的途径 你可以去读医学院 或者去浸会 或者去读医学院 读医学院 读完之后 你可以进行考试 成为一个注册的中医 你也可以 不用了 你自己去 你学了 你自己有兴趣 你觉得 这个民族的智慧 是不应该 让一班人 用这些法牌的手法 来管制的 一般香港人 是绝对 有基本权利 享受 用中草药治疗的健康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让一些 不需要有注册中医 这个名字 都可以做中医 你认为这个 你贊不贊成 我是贊成的 因为中国 香港百多年历史 未曾九七之前 都是这样的 没错啦 都是不用注册 不需要什么的 没错啦 是 随来考核 市民考核 没错啦 医得好人的中医 就站得起住 医不好人的人 就要倒闭转行 没错 那医死人怎么办 医死人 就按法律处理 刑事 你没牌的刑事 有牌的刑事 有牌就被中医局管理 百多年来 中医医死人的 都没有西医医死人的百分之一 我认为千分之一 到万分之一 如果医死人 就按刑事处理 没错啦 如果不是的时候 他医好人 他就有发展 他发达都可以 他医不到人 没有人去看病 他就失离了 不用政府考核 没错 这个问题 我在最后可能都说到一些 但你提及过 我都提及过 当时你都看到 你都认同 就算西医界里面 很多是私人执业的西医 是没有政府资助的 在香港现在的医疗 财政问题 不是元兇 因为不是他们搞出来的 当时你提出的 其实我们来说 研究医疗的开支问题 是说政府资助的医生 在他们搞出来的 在方家来说 中医这么多年来 都是自身自滅 我们市民 我们知道中医的费用 是很大 我都听过 有1000元的诊金 我都叫德加教授级的 中医 30元的诊金 每天看100个诊 都有 这是开放的好处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需要 有不同的做事的手法 有些人喜欢集中看 他费用会高些 有些人觉得 他是专业的 他可以看得很快 他便宜的 伤口感冒 瘟疫 这些很容易做到 其实你的解决方案 我看到 在后面 其实都有提及的 你说要将公营医院 全部化解了 全部取消 你觉得取消的好处在哪里 你说没有公立医院之后 你觉得你会达到什么的解决 什么方面 取消公立医院 即是说 任何人看病 都要拿钱去看 是 这样的时候 政府便不需要 补助很多钱 给你的公立医院 那些医生 他也要出来做私人医生 是 是 私人医生是靠看病 买食的 不是靠政府给钱 买食的 是 这帮人 你没有了政府医院 便会各人自己成立私人医院 是 因此政府的几千万呎 几百万呎的医疗建筑 第一 可以租给这些私人医院自己用 可以有租金收入 第二 如果租不完 租给人做旅馆 做酒店 都有几多亿收入 是 即是政府不但不用支那几百亿出去 而且要收入过百亿回来 这是一个对政府库房的好处 是 第二 取消了中立医院便平衡了中西医的不贫荡 大家都自己找到 亦平衡了高级医卫官僚的几百万年生 下面医人的拼命去做 得少少收入 这三个就拉平了 变成平衡了 封平合理了 第二 好了 万一市民有病怎样办 市民有病呢 就是这样 贫者百分之百报销 不用说 政府帮了九成 又要收他四十五元 不知四十五元 五十元 是很少四十元 你何必要收他挂号快 还是你都说他贫 贫就是全部报销 百分之百 好了 你政府要画一条界线出来 多少收入叫做贫 达到这个贫 你就全部报销 富豪呢 富豪你要全部报销 他都不会去低级的地方看 就是现在来说 最近发生的 肥肥 每个人都知道了 肥肥的医病花了几千万 哇 这么多 他不会 功夫了 又有那些雜誌 我已经说了 哪一间医院用多少钱 这间用多少钱 几千万 有没有好处啊 肥肥 肥肥 不知道他真的好处 我这些书不断说 我这些书不断说 肥肥会死 那些报道有没有说他 有有几千万 有没有好处看那些报道的 哪一间多少钱都算了 还据了多少日 这些报道呢 其实做一个记者 就是这些传媒报道 你应该说了 你用了这么多钱 那他跟着他好了多少 或者坏了多少 有没有报道这件事呢 每次都好了 但是每次都严重 他整个肿瘤割出来了 出院了 叫做好了 即割了之后 第二天又有问题 又割第二书 又割了又好了 每次好了 就每次严重 即是好了什么意思呢 他割了出院 他西医就是这样 肥肥 我一点都没看过 肥肥的整个字 我完全不知道 那肥肥现在怎样 越来越瘦 就不是肥肥的了 就要瘦瘦的了 就是肥肥的了 先那段时间就昏迷了 入院 但是又说好了 又出来 看下将来还有的 那套戏还没做完 直到哪一天 他就闭幕了 好了 在他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如果这种情况 有中医院在那裡 如果肥肥有选择 现在肥肥也没有选择 很可憐 没有选择 因为医院里面 没有中医院 好了 如果将来 以你的方案 就是我们没有了公立医院 只是有中医院的时候 肥肥可能会幸福一点 第一 第一 中市医死了 我不客气 西医死不见了几千万 如果给我们中医医死 无论如何都不用一千万 不用一千万 医死了 八万都可以了 但是我们很有机会医好他 我医好癌症的病人 前日 那个病人都来我喝茶 十三年 一样 所以中医 有可能医好他 不用一千万 西医 有可能医好他 算他现在有可能医好 但是他用了几千万 医机已经用了 就是当医好的话 如果西医死他 他这几千万是白费 如果给我医死他 他那几百万也是白费 你说哪样 现在肥肥多少岁 60 香港平均的女性是82.4岁 即是说 起码肥肥要活到82.4 即是西医的医疗成功 对不对 对 好了 即是 为何肥肥会 即是他都是中国人 对吧 肥肥也是中国人 对吧 索海人 他应该都懂得 中国的古代 这么久的历史文化 为何香港很多人 好像都不懂得用 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为何香港人 很多人 遇到这种情况之后 用了几千万去的那种方法 是医不好他的 他会继续用的 从来不会试试 有什么其他方法 因为香港只是宣传西医 压制中医 压制都没办法发展 是 如果讲理念 如果要讲医药理念 时间很长 针对我们看到的现象 我们去想一下 为何会这样 为何会这样 如何解决 我们有公立医院 因为我们有私立医院 也有公立医院 大家都知道 去私立医院 好像肥肥那样去 几千万用回来 好像还未好 香港有些人 可以这样说 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几千万去私立医院 所以我们有公立医院存在 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 你知道整个医院的背后历史 其实以前没有医院 以前的医生 就来你家来照顾病人 其实医院的开始 医院是用来收留一些 躺在街边的人 是没有地方去 他不可以去家看的 其实医院开始 就是收留一些 窮到屋都没有的人 就给他地方来照顾他们 其实医院的前身 其实真的是这样 当然了 现在今天我们要用医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医疗是很科技化的 很多仪器 很多淋淋淋淋淋淋淋的东西 他不可以带着医院去家看的 所以方便起见 方便医生 用他们科技的医疗方法 我们就成立这些医院 越来越多 好了 我曾经说的问题 有些人真的没有钱 你曾经说不要紧 总之政府给他 穷的全部政府报销 一元都不用 四十五元货费 一元都不用 穷的全部报销 他自己选择 他可以去最高级医院 富人有他的观点 他可以去最高级医院 起码他都选择到 是吧 解决了那些高层的 不做医生的人 那些问题 黄可怡 我小时候 去公立医院是很便宜的东西 几元在那裏 就是窮人去看的 如果你说我要好些 尤其是生孩子 不想在公立医院被人当什么 就是要去光顾私家医院 但到今时今日 最好的东西 仪器医生都在公立医院 整个东西变得很贵 现在你提醒了 即是你说取消了他 意思是都还给医院存在 但是就给私立医院 他私立医院 可以使用那些仪器 可以租你的嘛 可以去你的时候 使用仪器 给费用嘛 仪器是公用的 不是西医专利 中医都可以用仪器 中医那些肺炉病人 即肺炎 一样去照X光 仪器是公用的 仪器不是医生 科技不是只属于西医的 科技不是西医专用的 中西医可以共用 现在这些说 我还补充一点 就来提了 即是说西医病 它就是凭仪器 从读书到出来医 都是看仪器的反应 所以他们是医仪器的 仪器说没有病 他就不医 仪器说有病 没有病都医 我们中医是医人的 先确定那个人有没有病 然后我们医 我们医的过程之中 认为要参考仪器 叫他去仪器那时候 参考仪器 并不是我们依靠仪器医病 是依靠中医的技术去医病 中医技术是望文文切 完全踢开仪器都能够医好病 其实西医的原意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看西医医科的课程里面 其实80%的资料是问诊 病人的过去经历 其实大部分病人的问题 80%是在我们所谓会诊的时候 问到出来的 疑气方面 医疗检查验血其实是一个辅助的 但是其实西医界都是这样教的 在学校里面都是这样教的 只不过他做的时候 他就不是这样做的 因为始终 现在在加拿大曾经有一个报告 在多伦多社会学医学方面 有个教授曾经分析过 他当时说 现时的医疗医生 医生的训练是很片断式的 英文叫truncated 就是说 医院里面训练 通常那些人都是有些急症 或者危坏性的症状 跟着他们去医院那里 那医生的经验 就看到这种情况 但整个过程 他们没有机会见的 他初初是怎样开始 他复完之后 怎样去做呢 他们没有的 所以现在这位多伦多大学的教授 曾经指诊过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医生 为什么医疗有这么多问题呢 其实归咎 其实我们医院的训练是一个问题 医院看得到急症 那些 所以很多医生 一看到病人 他一想就想到最严重的病 他会想到简单 有一本书 是一位美国的医科教授 写的 他说现在医学界 一听到那个提声 他就会想斑马 他就不想想简单的马匹先 那就是说 是现时的医疗女 因为他过去他接触那些 全部都是危急那些病 医院里面那些 淋危那些症状 很严重的情况 所以他见到一个普通病人 他永远是想到最严重的那些 他可能成为这个机会 可能是十分之一 或者是一百分之一 但是他处理的手法 永远是最坏的那方面去想 所以很多人去中医那里 去一般的西医那里 经常是很害怕的 被人吓吓吓吓 我想中医那方面 没有这种背景 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阿姨先生 阿姨先生 我其实有个问题 刚才阿姨先生说的 有些例如急症那些 可能突然间很严重 撞车伤了那些 如果取消了医院的人去哪里 私家医生也医急症 去西医都有急症的私家医生 第一 中医也有急症 去私家医生 我这些说一说 有一个人经常去示威 原来他有急救方法很厉害 那个是谁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谁 长毛 不是长毛 他是一个中医 有一次去的 有一次去湾仔 爬上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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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遇到他 他很厉害 他急救的 特别是中鼠 中鼠在几十分钟之内 你救他不醒 就有生命危险 到了他手上一定救得醒 那这些西医有急救我 也有 所以急救人人都有 中风也有 我知道在中医院里面 也有这个方法 所以就不要迷信 只有西医有 第一 第二 我回答你 你刚才所说 为什么西医 看来要重症 不是 现在的问题 就是西医 在学校教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推卸责任 怎样叫推卸责任 怎样叫推卸责任 他医你有没有病 就看一个仪器 说你没有病 你实际有病 错就是仪器 你没有责任 说你有病 其实你没有病 西医用错了药 错也是仪器 他没有责任 这个呢 在大学里面 已经有一个推卸责任的机制 啊 这个我没想过 我真的 据我所知道 这个是大学的 而是那些 告的情况多 那些仪器做出制度 第一个考虑 就不是医病 就会不会有事 他们是医疑器的 我们中医是医病的 没有医疑器都医得到 在医学上 有一种叫做防御医疗 防御的 英文叫Defensive Medicine 其实呢 防御呢 就不是防御你不要有病 是防御他不要被人告 这叫Defensive Medicine 通常怎么做呢 就是这个 其实是一个 在美国的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始终呢 在美国的医生 被人告的 机会很大的 差不多八个 不知四个医生 有一个是被人告过的 所以是一个 很普遍的问题 于是乎 逼到医生 有什么事 就有理无理 什么鬼都医疑了 通常是这样的 如果你被人告 通常在法庭的考虑方面 就是看看 你有没有做这件事 你应该做的 有没有去做过 如果你这个做过 这个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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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都是这样的 你的责任就少很多了 就是说 你没有梳化道了 于是乎 然后呢 现时的医疗 很多时候呢 你一进去之后呢 有理无理 什么鬼都医疑了 你知道啦 那里有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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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几万 那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这些检查呢 其实都是没有意思 是没有用 是浪费的 好了 我们看到了 医学界呢 其实很多很多 很多问题 也都非常多谢 郑医师 抽出时间 那么远路 又由九龙走来香港 是帮你做这个节目的 那其实呢 我们过去做 就是访问过很多人 那里 常常都要求呢 说呢 不要只是 直接骂字 是吧 就是你应该呢 是说出来呢 你认为 怎样去解决咯 那我们发现呢 很多情况呢 大家都是 就是 坏人的 就是说的问题 是很厉害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 你倒转头 你是那个当事人呢 那你其实 你有没有解决过方案呢 那我发现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都想到 都没去想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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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取消 即是公立医院 是的 是的 就是在某程度上 开放 就是给一些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 那么 那窮人的窮的问题 都一样的 因为我始终不会 就这么放弃他们的 我都会给他们 就是 资助他们 给一些钱的病人 自己去选医院 就是了 我不喜欢去公立的 是私入医院 但是我给你一笔钱 你喜欢医 哪个医都可以 或者你喜欢医 都可以 就不是现在医院 整个大的官僚机构出来 是吧 那个官僚机构呢 就是 把钱浪费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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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你已经说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现在医疗的问题 现在我们最近想到 不够钱 那样 那就要想着再筹多些钱 那大家都心知肃明 那问题不在钱那里 问题的医疗方法 不得多元化 那些人是被逼用一些 是无效的方法 起码对大部分的慢性病 无效的方法 那其实你 就是有意无意之间 其实你讲出一个方向 其实要解决医疗问题 就不是筹多些钱 那么简单 解决医疗问题 其实要将医疗多元化 因为不同的医疗呢 有它的长处 亦都有它的短处 我们应该是 拿尽各派 各学派的医疗的长处 给我们的人多些选择 那走这个方向呢 我才有机会 是解决我们医疗的问题的 好了 多谢 多谢 谢谢 还有点补充一下 是吗 我们可以 但是我们 不要紧的 你还可以说 还有点补充一下 最近发生 是 最近 曾特首 是 说给250元的医券 是 给那些 70岁以上的 贫病的人 是 又说用了多少亿 这条数是错的 是 他把那十多亿 全部写到 贫病老人的身上 其实 他这多少亿呢 是这250元的医券呢 穷的亦比 富的亦比 个个都比 总之你够年纪 就给了 有两种人 收到你的都没用 是 一个大把钱 是 他不会拿你的250元去看低级医券 是 一个 就是我自己 我从来不看医券 拿250元做什么 是 那就是一个 还有 还有 我叫曾特首 自己拿250元的医券 去给李嘉诚 去给何鸿珊 去给邵逸夫 你看他敢不敢去给 邵逸夫、李嘉诚 何鸿珊 会不会收了 他的250元的医券 向他鞠躬自借 是绝对不会 他是侮辱他 他把你看作侮辱 我几千亿身家 收你250元的医券 你是侮辱了那些有钱人 是把那些数据到比重佬 说他那些钱全部都花在穷人身上 这个叫做结贫济负 是曾荫权特首的历来的观点 好 多谢你 好了 时间关系了 我们下星期再继续 再见